深邃五官配上八长脸 169公分衣架子身材 艺人郭媛媛活跃于时尚界 也被封为微风女神 28号深夜脸书签字文写出 也曾被黑人陈建州信骚 2015年陈建州用送衣名义 希望在郭媛媛社群争取曝光 当时范伟奇怀有身孕 虽然他对一则讯息 传自拍照给黑人哥看看呀 感到疑惑 但没太过在意 前往对方办公室拿衣 没想到却突然被背后环抱离地 陈建州将他按在腿上 速度说出你先亲我一下 郭媛媛挣扎无效 只好亲对方脸颊 之后主动减少接触 但对方仍不断传讯说 要送衣服鞋子 多次推脱未果 选择约在公开大马路见面 没想到最后还是被再往陈建州住家 搭乘电梯还选择分开搭 质疑对方可能不想被电梯监视器 留下一起上楼的画面 分开上楼 对方倒了杯威士忌给他 还来不及反应 又被压住环抱 丢上床后 对方突然说 哦 这张床不可以 事后理解分析 可能那张床位置 是在范伟奇主卧室 紧接着他又被抛到另一张床上 就像老爷追丫鬟的愚蠢场面 直到他放声大哭后才停止 对方最后送他回家 而后继续传讯 四年后跟陈建州上节目再度碰面 没有特别尴尬 将节目流程走完 但他也提到 现在对陈建州不存在原不原谅心情 决定说出来的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不想让大哑只有一个人 大哑看完文章留言 眼泪又忍不住往下掉 只说原来他的魔爪伸这么长 我不是一个人 你也不是一个人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上 结稿前 致电陈建州未接通 他透过经纪人表示 针对莫秀的指控 不再回应 往事被一一揭露 微风女神不惧千万求偿 力挺大哑 台湾MeToo风暴延烧 接连好几个艺人名嘴 被控涉嫌性骚甚至性侵 尽管被害人愿意勇敢站出来指控 但当中许多个案 不止已经事隔多年 而且在当时也难以搜集到实际证据 如果有闺蜜跟这个化妆师 愿意出庭作证 我认为可能陈建州 涉犯这个刑法的强制猥胁罪 沉罪的几率就会相对比较高了 如果现在很多的MeToo事件 也很多人出来执任 那更会让法官相信 坏人要承受应有的惩罚 造型师斌小布当年指控情委性侵 虽然案件事隔多年 但法官采信证词 其委最终被判刑 七年八个月 因此如果受害者提告被认定属实的话 黑人设犯强制猥胁 罪重可判五年 NoNo强制性侵罪重十年 黄子娇被害人当年只有十七岁 可加重刑则 而且一罪一罚合并执行 最高三十年 如加害人行为署强制猥胁或强制性交 则署非告诉难论 检警依法可进行主动侦办 法界点出这些性骚性侵案 实物上还是有可能将加害者定罪 如果真有做过 想全身而退 恐怕没这么简单 三天新闻代委陈章正好 台北报导